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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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ADIO獨立付費節目 《毓民射馬》 主持 毓民、尤達、錢偉樂 接著就是一隻星 這隻馬 上次田泰安騎 跑第十 羅富全的馬 但這隻馬 大家留意一下 C集其實也不錯 他被人頂了外面 上次駱飛 你知道大熱門 是否好像大熱門 是 初出大熱 跑第十 那次是泥地 應該是最近那次 但是 現在我覺得 上次 羅來講剛剛初出 閘又不行 劣蕩 又被人頂出外面 那次報速快 所以這次要選擇 這次是二、三、七、八、十一 膽就是三號的聲勢 膽如果要賭WINPAY 或者鴛鴦Q做膽 我就提供七號勁抽 蔡明紹這隻 最好的一隻 十三號就不在這裡 三格不入 或者四格不入 這樣就發財了 這樣就發財了 對嗎 你來講勁抽這隻 買第三班有好處 對嗎 所以有機會搏爛 現在說的是十五、六倍 大哥 是嗎 十五、六倍 是 富貴險中求 十五倍 這隻 這隻 喂 哥仔,在搞甚麼 我在找毋敏在哪裏 甚麼毋敏在哪裏 甚麼毋敏在哪裏 甚麼,今天是二十五號 我在找毋敏 射馬購物車在哪裏 甚麼不是一號才交的嗎 你不是不知道 獨立付費節目 二十五號已經可以交的 如果一號那天有馬跑 那天才交可能虧了一閘 哦,原來是這樣的新玩法 喂,又是月尾 這部電腦來 讓我自己先交好月費 來,沒問題,拿去 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 晚上九至十 本土最前線 好,回來星期五 今晚還是只有我一個 不好意思,亂了一點點 剛剛開始了 大家好,我是法國老 多謝大家來收看 這個星期五晚的本土最前線 我是法國老,張家賢 做少少台務的事 我們這個 毋敏踢爆的說文解誌 還有這個 歷史在笑意 融動於青港 隨時都可以上來購買 這部影片 購買這個 抑文的 著作 的 節目 USB 錄上的 今天呢 說幾件事 剛剛 4月1日 大佬 大佬 司法覆核 又說 什麼民主鬥士 民慢的鬥士 他只是為自己利益 他只是想他自己不肯上坐牢 不肯上 說他這麼偉大 待會也會說幾件事 你逃犯條例也要繼續說 因為現在是很嚴重的 是比23條更嚴重的 我很早就說 逃犯條例要修訂 要修訂到 就比23條更嚴重的 當然再加上23條 就很多人要坐牢 但是現在呢 你看看劉鑾雄的反應 以及各方 富豪 達官貴人的反應 一定是害怕 我們這些 經常被人說是反中亂說 拘捕是拘捕我們才的人 因為我們這些 沒有他們這麼刪牢 一來 二來你要知道 有錢人 長年累月 幫這個政府 不自圓其說 這個政府永遠都是與市民為敵 而這群有錢人 這群權貴 就在助奏為弱 對嗎 立法會功能組別 大部分功能組別 那些議員 都是與這些大財團有關 對不對 因為政府 那些官員退休 又是你的大財團 然後利益 就去你的大財團做官 好了 今時今日 香港發生到 是政治 自由 人權 去到這麼 崩壞的情況下 的情況 你們這些富豪 是其中一個推手 對不對 剛剛好嗎 屌尾老尾 好了 再說一說 其中一件事 就是我們 這幾年 經常告我們這些 示威人士 或者有些罪 不誠實使用地道罪 剛剛剛剛也結束了 今晚最主要是說這幾件事 如果最後有些時間 我都可以提一提 就是這個 駕駛的方面 雖然我 也有些網友 反映過 說這些交通規例 說得太多 不是太好 但是我自己也想 這個節目的風格 有更多一些交通規則 所以 待會有時間 都會說說 回旋處的處理 和羅旋處的處理 有什麼分別 逃犯修正條例 指大樓 申請司法覆核 4月1日 4月1日 餘人節 張國榮哥哥 死記那天 餘人節 在外面說 申請司法覆核 最重要的原因 很可愛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 不可以有追憶權 即是說 立立之前的 不可以追憶 這次政府 用台灣的謀殺案 做藉口 不可以 不可以 謀殺案 和香港 現在不必有 但是要經過立法會 但是現在說 很久了 所以要把權 轉嫁給特首 但現在最大的問題 是 全世界都知道 特首 是在中共控制中 要不相信你 特首 你的特首 沒有公信力 明白嗎 然後 你說 喂 屌你老闆 現在怎麼搞 屌你老闆 一早跟你們說 死了 現在只不過不斷 出現 屌你老闆 這些問題出現 香港玩完了 直接說 還說法治 你隨時可以送人上去 不是 畢竟了狗樣 貪污沒有 屌你老闆 你只是說不定 對嗎 屌你老闆 還有 你做過生意就知道 我來收錢 我屌你老闆 我怎麼知道 你來收那些什麼錢 屌你老闆 全部分 那些單據 是真是假的 考納明目 又來收一千幾百 或屌你收一萬幾千 屌你老闆 那些什麼費 後來查了才知道 原來屌你老闆 那些官員的數 都亂說的 原來沒有那些費用 這樣又進入罪 是嗎 最重要的問題 你大陸是可以亂告 你還有一條罪 行政拘留 那些才能報 行政拘留 就說可以拘留廿日 你老闆 你老闆 稍後一條改法 行政拘留可以拘留三年 那你老闆 在三年以上的罪 你老闆 就可以遣返 你老闆 是可以亂告 你 美國施司 剛剛美國施依施 就是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簡稱CCC 即是美國佬 你老闆 簡單來說 美國佬都在昨晚 在香港時間 4月4日晚上 發聲明指 約逃犯修訂條 通過將侵蝕本港作為 具法治精神商業中心的聲譽 聲明強調 必須保護在港居住的 百萬五個美國人 你老闆好笑 你老闆 你老闆 到時你立法 美國佬都不知道像不像喬好 你老闆 你大陸不停 你老闆 你整個反制 出雇 fate 你老闆 ひ一回就 Nick 你在香港 你忽悼 зап Mei 拘捕幾位美國佬 這到底是誰 人也焉了 你老闆 你老闆 你還説法治世界 對不對 現在的問題是 喂 你老闆 我們今天招土派 只有십想法 看見我們的有錢佬 絕對 對嗎? 現在一定是心涼的 現在你豈不是活該了嗎? 沒有的,現在我們有什麼事情要做? 沒有什麼事情要做的 就學習吳文軟的眾籌燈報 不是有什麼事情可以做到嗎? 吳文軟的燈報 待會也會說一下 吳文軟燈報那件事 你吳文軟的燈報 從大樓的這件事看 香港日後的發展會如何做 有錢人都會跑掉了 有錢人怎麼會不跑呢? 就算剔除了九條,都是糟糕的 很多次政府都會說,吳文軟的燈報 最主要的問題是 兩個地方的法律是完全不疼同 然後你吳文軟的在大陸 簡直是太暖的,這麼高的 連大陸人都不相信大陸的法律 吳文軟的 對嗎? 然後大陸隨時可以 遙控地圖炮,指描地球 不知哪個方位 可能美國三藩市 像美籍華僑一樣,又說吳文軟的 可能寫了一個編品 他來到香港,又拉交出去走 現在這年很糟糕 即是已經吳文軟的 經常在說什麼要守護23條 23條立法,吳文軟的 都說逃犯修定條例 要立法是很糟糕的 23條立法 亦都是正式玩完一國兩制 吳文軟的,更加口號化 吳文軟的 現在的一段時間會說一說 至於封煙 接聽封煙電話 現在就不太快 再說一說一說吧 如果你說,你怎麼做的 其實這一條,你對比 現在所有反對聲音的法力 你立法會議員有什麼事情做 你怎麼做 只有一天陶瑾先生在說 說怎麼吳文軟的 都立法是否還發 現在就是 你屁股,你屁股 你屁股,你屁股 現在加上最好的時間就是辭職 其實 然後又說守護23條 我法不屁股 之前幾次都說過 你屁股,你屁股,你屁股 不屁股,你屁股 你屁股,你屁股 你屁股,你屁股 10萬元一個月 對嗎 你屁股,你屁股 你屁股,你屁股 你屁股 你屁股,你屁股 你屁股 你屁股,你屁股 你屁股 當然 我們招土派 一定是樂觀其成 你屁股,你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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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屁股 你屁股,你屁股 你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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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再說一說 吳文苑 話說 社民連 吳文苑 文苑大將軍 早幾天 提出 要 一張圖 找回那個 他說 對不起,說早一點 梁振英 最近經常 CAP 蘋果的全版廣告 頭版廣告 就說今天是哪間國 今天是哪間公司 賣全版廣告 你屁股 小學雞 不得了 接著 吳文苑和東方星 幾乎同一時間提出 不如去蘋果 鄧偏偏領 給一個信息 給梁振英 其實 這件事後來 就變了 真鬧 哪個 先提出 你屁股 你屁股 本身都是很小學雞的事 梁振英 小學雞 你們就陪他小學雞 那不緊 你們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你覺得這樣對政府是有用的 你們就做 但是 待會兒也會說 看法 就是這件事 我意思是說 你們還在爭辯 到底是東方星提出 還是吳文苑提出 首先 你覺得這件事 還有沒有效 登報給一個訊息 在報紙頭版上 首先 第一件事有沒有效 這件事 待會兒也想看看 封煙 大家可以封煙上來看看 究竟 你撇除了 不要因人廢言 你當A軍 A軍提出 不要吳文苑 首先就是這樣 第二個層面 他現在要眾籌 社民練眾籌 你為什麼在蘋果登報紙 肥佬黎 他們是民主大報 你要對前特首 玩夠前特首 十多萬個頭版廣告 你肥佬黎 不是給不起嗎 你肥佬黎 你肥佬黎 是不是很想蓋 你肥佬黎 師父 你肥佬黎 等一下 你肥佬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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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都在選舉期間 你願意做 你媽媽是這樣的 如果你覺得真的可以玩得很厲害 很厲害 效果 你肥佬黎不肯肥佬黎發出一群人 為何不叫肥佬黎發出一群人 肥佬黎給你們泛民小錢 平時肥佬黎 有證有據的 有報道的 屁股的屁股的屁股 被人告癮過 是不是 一百幾十萬 屁股的屁股 你給你一個屁股的廣告出來 屁股的屁股的屁股 可以玩玩玩玩耳機 你那份報紙也不加慘 屁股的屁股的屁股 屁股的文言都是你例系的 對不對 當然屁股的屁股 如果你說的 你更愁 你會不會認識另一個帳戶 老實說 你老婆威力用回社民的帳戶 多多人捐了多多錢 不等於是你說的 對不對 因為就被人有口實 好了 你說處理方法 你兄弟爬山各自佬 但是如果 你說真的 我自己的看法 因為 一年前 屁股的屁股 高登仔 我沒記得是2005年 高登仔 試過籌款 驅王 就是 眾籌 然後登報 驅王 那一次 近日也有人網上 屁股的屁股 很早 高登仔 還差什麼 很早之前做過的事 究竟現在做有沒有 我 我就覺得見仁見仁 但我一定不會做 我亦不願意主張 做一些事情 對不對 最慘的一件事 你屁股 你本土派 你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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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 你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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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君想出來 大家一起跟著他做 行不行 那個人不認識 你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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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有事出來 屁股 香港人就是這樣 屁股 屁股 你屁股 有壇事 可以打飛機 屁股 你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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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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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毒 可以阻止這些富裕 為什麼 那個資格 泛民支持者 大部分都是羅賀 都能投票給自方 能阻止 不是 但你屁股 你指不跟著 那些賀 只能捐錢 如此 她可能捐錢 將務不清 所以還要報cel 總之把他扔了一塊錢給他 他做完,我出現了 我又有很多網上留言 又說不要買報紙,買報紙 在他們的做法方面,我說江市不能賺 那我就覺得你狠狠 我不能阻止你狠狠 對嗎? 如果你說有沒有回響 如果你是眾籌 我不知道會不會犯法 因為我也檢查過 眾籌 不如在眾籌 眾籌被那些 曾經被人告過不誠實使用電腦 但其實是用自己的手機 用自己的電腦去被人告的 不如在眾籌上訴 對嗎? 所以稍後想說 你奉獻上來 現在還有五分鐘左右 第二節才開始接電話 如果大家最好 勇約打電話來 第二節一開始 都會說回胡旋處的問題 是這樣的 待會你會繼續 講完胡旋處的問題 可能大家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疑問 都可以問回相關的事情 看看大家有什麼看法 因為現在香港的胡旋處 是有很多爭吵的 好了 再講回 對不起 現在 講講這個 不誠實使用電腦 現在就推翻了 即是說 講講 中華基督教 中華基督教會 協和小學入學試 試題外竊案 四名涉案女教師 在原審裁定 裁定不誠實使用電腦 罪名不成立 律政司一直都不服這個裁決 上訴至終審法院 釐清不誠實取用電腦罪的涵括範圍 結果終審法院 作日一徐定陰裁定 法力並不涵蓋 這個犯罪者使用自己的電腦 用自己的手機 這樣就大膜了 即是自己的那一部 原來 譬如A軍拿電話 走去拍攝裙底 然後被人拘捕了 現在通常告他 不誠實使用電腦 最慘現在 你原來用自己的電話 拍攝裙底 是沒事的 原來一直有漏洞 最生氣的是 你媽媽的長年累月 用來告告 你媽媽的 是濫告人的 這條罪 長年累月 最生氣的 你媽媽現在才知道 原來你媽媽是 很多證據確鑿 現在都能脫身 現在弄得 現在一定有犯案潮 不過 上訴的機制比較複雜 有些會過了上訴期 整件事經過 原來是2015年8月28日 這宗案首次在九龍城法院提訊 四名被告否認控罪 到2月25日 2016年2月25日 第二年 裁判官被老師的避忘文件上去 沒有註明 沒有註明 不可以外竊 然後裁定四名人沒有罪 在同年9月2日 律政司在九龍城法院申請定罪覆核 指被告摧毀面試的公平性 裁判官押後裁決 到了同月 2016年9月26日 裁判官駁回申請 指面試題目 並非唯一評分標準 認為被告沒有不誠實的意圖 然後也是咬著不放 到了2018年 年多後 年半後 到了2018年 律政司向高院上訴的指 原審裁判官錯誤裁定四人行為 為不誠實原訴 要求案件發還原審官改為定罪裁決 法官押後裁決 到了2018年8月6日 高院駁回律政司申請 並首次質疑此項掩控 涉及的智能手機 知犯罪行為的法理基礎 提出 就是說 提出說 取用電腦不等同 使用電腦 即是咬 根本是咬你 你立法的字眼有問題 去到2019年2月26日 律政司向終審法院再上訴 要求釐清不誠實取用電腦罪的涵蓋範圍 認為任何人為犯罪而使用電腦 或者犯罪時使用電腦便落入條款涵蓋法 說法官聽完陳詞後裁決 結果 到了2019年4月4日 裁定了律政司的敗訴 中審法院判了律政司的敗訴 認為四人按法是指使用自己的手機 或者電腦 這樣便不構成恐罪 這樣便可笑了 咬你老米,古惑天王便要翻案 待會咬你老米 如果我們要眾籌 我們都眾籌給古惑天王 咬你老米便要翻案 不過好像是犯法 這些只是譬如說說 戴上頭盔 待會大家湧入封煙 最主要是說說這些 待會再… 就可以和大家再見面了 先休息一會 明天會… 就像唔 兩位 三位 三位 卸了 有些也 是… 有… … 漏…